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根附近都已经干透了 然后 我竟然要以这样的形象 呈现在你们面前 这样好丑啊 真的是快丑死了 发油还是老朋友 这个这个这个 发油还是老朋友 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 我会 打在视频下方 然后大概几个 三蹦的样子 然后在手上揉搓 然后就这样 把他涂在头发上 一般就是先抹发尾 然后抹了发尾 手上就没有那么油了 看到没有刚刚那么油了吧 然后就往上面带一点 没关系 然后就把头发吹干 我刚刚用的是这个吹风机 然后正好他要没电了 所以我就吹一吹好了 就刚吹完就这个鬼样子 我感发已经都包太久了 上面头发都翘着啦 就像凸了一样 好奇怪哦 我就把它打湿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把头发 用冷风再吹一吹 吹风机用的是这个 超霸 是不是很霸气的名字 国产的 好像就一百多块钱嘛 风超级大 干的超级快 然后我没有买松下呀 什么 那种贵贵的牌子的 因为买不起 所以就买了这个 风超大还蛮好用的 给你们听一下啊 刚刚那个吹头发那一段 我肯定是会惊的 我这一段给你们听一下 它风到底有多大 能看出来吧 风真的超级大 我天 就吹得脸疼的那种 你们知道吗 然后呢 吹完你就套出你的传家宝 搬到梳子梳一梳 为什么说传家宝呢 因为像梳子这种东西好像 如果不 不坏的话 应该可以用很多年吧 我这一把 用了大概 最起码得有七八年了吧 我忘记了是上初中人生 高中的时候买的 这样看发字好好 其实我发字超差的 其实我发头发还蛮毛脏的 看不出来耶 因为我特别爱剪 就是我如果发现有分叉 我就会把它剪掉 我不是那种会爱惜它 然后会把它留着那轮 我是那种 发现不好 我就要剪掉的那轮 我最讨厌头发很顺了 我就喜欢它乱乱的 所以我不怎么用梳子 所以它就 所以我的梳子很长寿 画好多哟 我闭嘴了 卷发棒 依然也是你们的老朋友啦 就是我 视频里面一直用的这一款 现在卷发棒热的差不多了 就是 你离自己近一点 基本上能感受到 但你不要把自己烫到 然后最简单的一种就是 不像现在这么普通的 是把所有的头发往内卷 看过我视频的同学 应该都知道吧 我头发非常的少 巨少无比 大家头发 基本上都是我的两倍 或者是三倍 这个卷发棒 感觉被我自己用了 我现在在家里常用的是 一个旧的卷发棒 不是这个 可是那个长得比较丑 所以我拿这个来录视频 然后 我发现这个的温度要高一些 就是我手上现在这个温度要高一些 哎呦 醋没卷到 你们能看到吧 就都是往里卷 这个应该不用再 再怎么浇了吧 就把它夹住 然后往里转 然后往里带 我就不夹太用力了 因为我接下来的应该是要往外卷的 然后 就是这边 就是 就是所有的都往里带一下的效果 就跟这边相比的话 没有这边那么呆白 然后看着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发型 可能 可能早上如果一觉醒来 头发太乱的话 我就会像左边这样往里带一点 就这样出门了 然后 右边的话 我就 卷一下 我之前头发短一点的时候 比较爱卷的那种吧 你需要一个皮筋 哎呦 我刚不是去拿了一个皮筋 哦 再少少 然后你要分个层 一般分两层就够了 像我头发是比较少的话 其实分分都可以 还是上个东西的分一下吧 谢谢 然后 我觉得夏天嘛 好像 好像是可以学一学 比较多的发型 对这边 你们看 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分层的必要 我就这么一点点头发 好心酸哦 首先 就底下这一层 往外卷 我那天在微博上看见 安娜家的那个摩托胶 我教了一个 我这个摩托胶的方法 然后我自己 自己试一下 完全 完全不行 可能是因为别人 长得好看吧 然后好 它已经翘出来了 最近 视频的点击量 都比较低 好意思 唉 也没有什么办法 就这样夹住 然后往外 走吗 往外卷 你看我卷发棒在头发的外侧 往外卷 让它翘出来 推 看 这就是底下头发 底下头发往外卷 就跟这边完全是两个套路 就是 都往这边走的 看见没 就是底下这一层 然后上面这一层 然后我头发是稍微 剪了一点层次的 上面这一层 比底下那一层 要 短一截 我头发属于有一点层次 但是没有打薄的那种 因为我的头发经不起打薄了 我头发再打薄可能就没了 然后上面的头发 上面的头发怎么卷了 给我 这一错 最靠近脸 最靠近脸的这一错 这样夹住 就是 卷发棒在你头发的后面 就是向外 卷发棒如果在你头发的里面 这样的话 就是向内 知道吗 我们现在放在外面 这就是向外 然后 把夹板打开 夹上 然后轻轻地往后带 然后往后 就是往你脑袋的后面 边带边按一下 它这个夹的地方 这个夹的属于 这个卷发棒属于夹的比较紧的那一种 好 这就是你前面这一侧流哈 我觉得我刚刚上卷的这个地方高了一点 所以我把它往底下 对一点 然后这样你的头发就会有两层 有一个简单的层次 看见没 这边就是往里收的 然后这一错 这一错的话 我好像就是往里 就是如果日常的话 我就是把它往里带一下 就相当于里面的头发往外卷 外面的头发往里卷 然后前面刘海那儿的头发 就往后卷 就差不多这样 然后你就拨拨看还有没有 没卷到的头发 没卷到的头发 就补一下 你看这有一错 这一错就是没卷到的 然后你再给它补一下 因为如果这种 这种时候没卷到的话 它就会 它那一根就特别长 因为其它都卷过了之后 它整体的长度会变短一点 然后那一根没卷到 就会显得特别的长 然后这就是我最日常的一个发型 应该也是 我上一个穿搭视频的发型是 就是我已经睡过一天之后 掉了一点卷的 就是现在刚卷好嘛 你们看它的那个卷度 是很卷很卷的那一种 我上一个那个穿搭的视频 就是那四件衣服的视频 是在这个的基础上睡了大概一天 还是两天 然后它那个卷稍微垂下来了一点的 那个状态 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卷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弧度 我把它剥松一点 再放到前面来 这样 然后差不多 这就是我最日常 这两边 就是我最日常的两个头发的卷法 没有之前跟你们讲的那些版本那么复杂 之前我还会把后面的头发卷一卷 现在就完全懒得卷了 然后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我没有洗头的话 我就会把它扎起来 扎一个丸子头 丸子头我之前有讲过 在之前的视频里用 就是把它全部都扎起来 然后揪一个揪揪就可以了 就这样 就是丸子头 对 然后像这个发型的话 就像现在这两个发型的话 就完全 就是你如果是几天洗一次头 或者怎么样 就可以完全 就管个几天 都没有事情的 因为它就 就只卷了一个卷嘛 所以它这个弧度可以挺很久 然后我去把这边的卷度补了一点 补充跟这边一样 然后换了一件最新收到的一条小裙子 给你们看一下 这比刚刚穿睡衣好看很多吧 所以一下吃个肉丰饼放松一下 你到底用 待会拍几个发型呢 不知道 这个应该会帮它花絮人吧 很好吃 看它翘的 这就是干饭帽带太久的原因 干饭帽千万不能带久 睡了